Hello, 你们好 现在是11点40分 9月25日, 星期三 指数说也没那么快 徐徐两下, 昨晚在外围 美国时间, 香港的场外期指 现货月到过19,700 今天开出来, 最高是19,592 即是19,600 其实也超额完成的 这一浪上来 我们看看图 这个是恒指图 恒指图, 今天那支阴烛很肉酸 裂口高开了, 转转上去, 下回 今天开在19,592 开在高位那里 一路转转地扔下来 成交大, 很明显 看到这里有回吐压力 似乎是有些撞到一些限货区 因为上一层高位都是在这里 19,700 所以上一层高位在这里 就是几个裂口 都叫做 上一次的 就是 19574 今次是19592 刚刚补了, 补了裂口 补了裂口 如果看15分钟更加 如果看15分钟更加 那 Stochastic 就下来 插了下来 如果30分钟 也是 小时又如何呢 小时又是弯了下来 你看到 Stochastic 就弯了下来 RSI也是 无论是5分钟 15分钟 30分钟 小时 这些全部呢 就是说 一个小时 一支阴阳烛 两个小时 都是这样下来 所以就不好的 日线也是 出现了一支 这样的阴烛 当然 他现在没有伸延到 去昨天的收市价 昨天的收市价 是19,000 今天就 未到这里 那他会不会短期 上上下下下 又会回到这里呢 我看有机会的 星期五就结算 今天星期三 就有两天 可能都是拉鞋 拉鞋的话 其实正好 就是 你们有些牛 之前六九八六四的牛 可以走一点 走一半 或者走完都可以 为什么呢 整个市的基调 不是不好 就是说 短线有机会 回一回套 拉拉 拉拉之后 后市点 就继续再升 我原本 几个月之前都说 市 要去到两万一 对吧 那今次呢 就这样打一打底 之后呢 看回形态上来说 如果你将图 这个整个图 倒转来看 其实呢 这次这样下来呢 就 将好多的 回落的位置 回落的位置呢 如果是 正好多的 如果是 如果是 整个 的 对 相当多的 这边 这边 这边是什么位置呢 这里 计算的话 是 31,168的高位 在 2021年 的时候 那个高位 如果那个高位 扯下来 扯下来 也有两个 位的 另一个是 22,700 19,700 另一个呢 就是 19,700 一路扯下来 其实呢 两个位置都叫做 拉破了 拉破了 那 它要 回调的话呢 下来 下来 线的顶部呢 或者是 这一条线的顶部呢 这条线的顶部呢 是18,800 左右 而 再下来 一条的顶部呢 就是18,500 18,500 18,800 那它 回不回到这么深 去到18,500呢 我就比较 懷疑 但是呢 这个 我们先看着 但是呢 我们如果要 走了那些牛证 现在 要是找位 平反 买回它呢 买回牛 或者 继续去买股票的话呢 应该要 等个市场回回到19,000以下 18,800 那里 那你开始慢慢 累积 买回货 或者现在 开始走这些货的话呢 你开始在那些位置 就是现在走这些货之后呢 它回回到19,000以下 18,800到19,000以下 你开始 就是换马 买回一些优质一点的 或者是当炒的股票 或者是有一定概念的 无论业绩也好 无论是资金流也好 无论股息 派息率也好 就是有特色的股票 现在就是偏落后于大市的那些 那我们这个时间呢 正好就是一个换马和尋补的时间 因为市场开始稳定一些 扯回来 去到一个新的台阶来做 因为你想想 我那些平均线 全部都升穿了 最长的那条平均线呢 之前呢 我不是说我那条短期通道 和我那条生命 和我那条第二条的线呢 其实呢 就全部黏在176那里 黏在176那里 这些现象呢 就证明市场要突破 而它刚刚咬下来的时候呢 那时候都没升到那么多的 其实就已经告诉你 加上成交呢 那么大呢 昨天是2000亿呢 就是说给你听 市场实在是有买盘支持底下呢 是实质的买盘支持底下呢 而扯回上来的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呢 我们要看好的 那我最慢那条呢 三百多日的平均线那条 是18,200 是18,200 那所以呢 在这样的情况下呢 就是 市场就算要回呢 都是去到18,000多点而已 那 19,000是一个位 18,800一个位 18,500一个位 18,500一个位 再好弥补地下 就是18,200 但是会不会去到那么低呢 我就很怀疑 应该不会的 而昨天的低位是18,500 我想就是以这个位 一个核心的 核心位 应该就是这个位 都不会到的 那所以呢 你现在要做的策略是什么呢 就是把你手头的股票 有一些有钱赚的那些 那些 你那些在输钱的那些 很高价的那些 就不要走了 那这些位走了 你买不回呢 你赚搞 那反而是说 有钱赚过去这几个月 一路要大家买的股票 那些有钱赚的那些股票呢 你可以开始走近一点的 那你开始可以走近一点 走近一点 走近一点 走一半 就是说新买的股票 走一半 甚至乎走光 那它回回来 你就重新再部署再买过 都可以 但是就 不要想着它落得太多 那这只牛是17,308点收回的 这只牛是有点比较远了 有点比较远了 那而 在牛来说呢 我们看牛红症了 牛红症有一个现象 牛红症呢 就开极呢 就最 最近的呢 都是 在18,275新开的牛症 那 就来现在19,000多 因为它上得太快呢 就去不到 啊 去不到 去不到那么高啊 去不到那么高 那所以呢 最高呢 都是上到18,200而已 18,200而已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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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呢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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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 那 呢 那 嗯 五零零四零的紅 就是二萬二千七百四十八 那隻就賺到牛了 因為當時是先領的 農曆年的時候 後來升到最高 上到七毫子的 先幾升到七毫子就幾十倍了 七毫三 不是這隻 是五零四零零 不是五零零四零 不要搞錯 五零四零零就是牛 不是紅 牛就是一萬八千零十三收回 一百零一三 的牛收回 那不是叫你們現在買 就是說 如果 不想買股票 而想找指數買的 那 市現在初步 上了之後 就需要時間去打底 存定的 那你就買回這隻 那等它回回來 起碼都回回到一萬八千八百幾 那你才買這隻 那你買這隻 那你買這隻 如果它累回一萬八千八百幾的話 那它大概呢 就都是 九千幾 那你到時候買這隻 那 而現在來說 你有這個 六九八六四的牛 你就先走了 那 其實呢 我自己呢 都在六九八六四那裡 昨天就換了上去 五零四零零的 那 但我今天都走了 那就是說 我是 我比較進取一些 所以 我其實呢 我就是 那 重複了 那 將那個六九八六四 走了之後 呢 換了五零四零零 那 就昨天是重複了 那之後呢 就今天就走了 那 變了呢 其實就 這些就是要很短線的技巧 那所以大家 如果想 懂得這個技巧呢 就 我建議你們上班 上班 上我投資班 我投資班就是 你喜歡上的 因為其實就 每個星期都有班的 開始的 那 那你可以聯絡我 那是 六八八九九一八零 用這個電話 你WhatsApp我 我再詳細資料跟你說 那 那你一定要裝備好的 那個市場 開始又上回來 這一層就不是野小的 這一層這樣上來呢 就 有機會的 那 但是大家記住 不是今天買牛 今天是走牛 走牛之後 下回來之後呢 就找位再買回牛 或者股票 走牛走股票 股票可以走這樣一點 那 那 你看一下呢 那個圖 又說回剛才的圖 那個圖呢 就 經歷過 上過兩萬兩千七 這裏 跟著就一路輾轉 下去 下去 一萬四千八 就是今年的低位 之後又上回來 一萬九千七 再下回來 就一萬六千幾 跟著就 再下一轉 上到一萬七邊 下回來一萬七邊 上過去又下回來一萬七邊 之後 現在就一舉 就衝上來 一萬九千 三百幾 最高今天 一萬九千五 九千六 這樣的時候呢 在這樣的情形呢 你看到 如果將整個圖 整個圖 反轉 反轉 這樣看 這樣是不是看到呢 就是說呢 它其實呢 是有個力量 有機會呢 就再向上 伸延上去的 它最多新年到去哪裡呢 就起碼 它都來到兩萬一 就正如我在幾個月呢 上半年的時候 一直這樣說呢 就說 下半年呢 就會上回兩萬一的 因為美國減息 那結果這件事 對現的 跟我說的話 那當然呢 半年前說的話 跟現在又有 開始有 有些新的變化啦 但是 我講的話 確實是對的 上兩萬一 當然現在還未到 但是輾轉 它會上兩萬一的 兩萬一之後 會不會再去回 去年年頭的高位 兩萬兩千七十 甚至兩萬三呢 我們再看 但是呢 我就不排除有這樣的機會 如果你看 這一次這樣 下來 這樣下來的位 而升破了 兩條線都升破了 兩條線都升破了 的話呢 其實這裏呢 這個位呢 只要它又不跌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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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如果下這個這個分界領呢 不跌回這個萬八點的分水領呢 它 Flug會再做好 目標是兩萬一 如果做得更好呢 就是兩萬三 所以這個是我的看法 你會說 阿sir 好像你太過進取 不是的 因為我們是看資金流 和看整個局面 因為港股是比較低殘 其實真的是 它派息派這麼高 息率這麼高 恆指的息率 都接近四厘多 接近五厘 股息率 恆指成分股 市盈率就是單位數 就是中單位數 很離譜的 表示恆指成分股 很大部分的股票 不是不賺錢 都是賺錢 而賺錢還要肯派高息 所以沒有理由 那些錢跟股市作對 錢是要找一些 有吸引力的股票 或者市場來買的 所以來到這樣 大家應該是 不可以看得太差的 要看好一點 當然你說很多事情 地產又不好 中小企 小企 又很多破產 環球經濟又不好 內地樓市又不行 香港樓市又不行 很多事情 你要說的負面事情 其實很多事情 這幾個月前 大家都知道 不是隱藏著的事情 已知的事情是事實 但是呢 後面美國減50點子之後 下一次在大選後 會不會減50點子呢 我看有機會的 因為你看這些數據 都是越來越差 變成這樣 他會再維穩的話 他既然這麼會玩 第一次減50點子 他下次都有機會 會減50點子的 只要美金不要再狂跌下去 因為現在說的 另一個危機在美股那裡 就是說 那些評級機構 開始 開始 這個 放風 說的 美國的那個理財能力 是比較有問題 那就是說 他的主權評級 那個債務評級 有機會再調低 因為他不審慎理財 因為他不斷地去發債 印銀子 那其實就對整個經濟來講 是造成很大的影響 那他怎樣去收回那個水呢 那這個是一個問題所在 那所以美股呢 你說Navidia 每個玩開Navidia那些 那趁現在呢 那個美股仍然都在 一個較強的走勢那裡 Navidia仍然都 又上了一點 因為他的大股東 就停止減持他的股份 那但是你想想 大股東都減持股份 就是證明 那個市場不好 那所以 你們要 做美股的朋友呢 無論玩Navidia也好 玩其他美股也好 你們要小心 因為美股真的會回調的 那什麼方式回調呢 我們要再提 11月初是大選 那現在還圍著穩 那可能美股是震盪上落 那但是你說大選完之後會怎樣呢 那可能就是 趁那一下大選完那兩天之後呢 的減息呢 就衝一衝起之後呢 就下了 那所以 那市場不是太好的 那港股呢 就暫時就拉腳了 那有機會回一些打底 那你就正好換馬了 換什麼馬呢 其實我看到一堆股票的 其實我一直過去這幾個月 介紹給大家的那些 都是值得你拿著 你可以trade一下 來到這些高位 上過19,500多之後呢 你可以走一些 等它落到19,000以下 你又再買回它 那而有些新的股票 你又開始有受註意的是什麼呢 譬如那些餐飲股 1579 移海 那它有大資金流入了 那現在 今天呢 就上過去13.6 那最低13個搖移 如果它靠近 上日的收盤13.08 就是大概13.1 13元到13.1 這些位 那你可以儘量 可以買回一點的 那它回回一點點 你就買了 那這個是比較 是落後於時的 那百姓都是 百姓中國 9987都有大錢入的 那也是落後 那這些是值得你去留意 那一路經常說著那隻 越海 越海今天呢 都仍然升一些 升2% 越海又是 它十幾元跌下來的 那息率有 有7厘的 那所以很吸引 那這些又是值得你去 慢慢存貨 那 那至於這些內房呢 就119 今天呢 就上了上來 今天最低 割一個3.3 又是 如果去到今天低位 甚至一個3 這些位 你可以 沒有貨朋友 你可以換馬 這些都行 記住大價換大價 細價換細價 不要大價股 不要細價股換大價股 那變成你的百分比 不是成比例 那這些是一個技巧來的 那月收也是 站好一點點的 那除了這些之外呢 內房裡面呢 華運置地呢 都有錢開始流入的 那你開始留意它 那今天升過下來 那看一下它這兩天的走勢 是怎樣會不會站定 那 那 本地地產呢 就一定是1972的了 1972呢 今天都還是升的 那但是如果這兩天 回回那些15元邊呢 現在15個2.4 你又可以 賣一點 那你有貨朋友 這些可以建議 你可以hold住 可以不用走 港鐵也是 港鐵也是漂亮的 如果今天最低28元 如果回到這些位 你可以 慢慢小住考慮 那 那至於房地產信託那些呢 有823 778 2778 那三隻裡面呢 823好像沒有什麼力 有少少 不是太好 因為呢 昨天有個大的吞噬性的陰燭出現 撲腳穿頭 那在這樣呢 如是了那個回肚壓力都大的 那反而呢 這個置庫產業信託呢 就好一點的 那置庫產業信託呢 就是778 778 778 778呢 就有錢流入 這個你可以hold位 如果4.3附近 今天4.38 最低4.32 4.3附近 你可以留意它 那至於 鐵塔就是繼續好 等它回到1元以下 我們才考慮 這些又是 它比較慢的 但是呢 安全 那 那風盛生活呢 又是扯上去的 風盛生活呢 就派息派得好 那 有成接近8厘息的 5倍的PE都是很離譜 今天最低5.6 那它就沒有成交的 問題就是這個 那它如果回回一些 來襯的市 如果這段時間有輕輕回一些 它回一些你可以考慮 那 綠色都是同樣情況的 那 都是這樣 那至於大科技股又怎樣呢 700終於有大錢流入的 現在411.4 但是今天不是很有力 那 那 那 我們都是那句 700你說要去404難些 但是反而它回回到400元 以下 385元那裡 如果能去到這些位置 你到時才看情況才考慮 那 而 阿里巴巴呢 現在92.9毫半 那92.9毫半呢 那就 就叫做超額完成了 那 那 等它回回到90元邊先 看一個打底才決定 那 現在就暫時就 有貨朋友可以減少少都可以的 那就賺點錢先 那 那些駭貨區高的 那就先坐著 那 那 至於京東也是那個情況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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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於 汽車股呢 就 給阿迪呢 就上了 254元的 那 那 我們都是這些位置不追了 那 那就等吧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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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體來說就是那句了 那 這個時間呢 就是 如果我們先坐一坐 那 至於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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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开始做好,1378,2600,因为价格开始又升了 建财股都开始有动的,中国建财这些 我觉得你少住可以,包括358,江西铜,少住可以 因为它已经刚刚升破了我所有的平均线 也有钱流入,刚才说的那些,你可以少住 要减的股票就是三桶油,三桶油这些位置就有一定的阻力 也看到有些钱开始流出一些,包括就是中石化这些 而电讯股这些位置就较高了,三间电讯公司 也都是正国市有一个比较好的上升的时候 这类过去拿来做避险的,反而就会信息的,会有些回吐压力的 所以这些你暂时就可能要减一些仓的,如果有这些货的人 或者做相关的衍生工具那些,可能要减少的了 因为它们的上升空间很有限 那大家留意一下这些东西了,今天简单地说到这里 大家要努力加油,所以早两个月大家觉得很晚七点那里 大家都很担心的时间,其实我也一直都安慰你们 叫你们要努力加油,我说的事不是那么差的 好几次都是这样说的,所以结果是对的,我说的事是对的 所以始终我们要看大气候,整个港股真的很便宜 那我们只是欠东风而已,那现在你看到 今天讲讲讲都15亿的,不算少的 那只要是我们的成交是继续有增长的话 比较高一点的话,其实市场都是有起息的 那港交所很快就287了,我之前说284叫大家买 就看286,跟着288,287,287当然是走一转了 为什么呢?这么短的时间扯到这么高呢? 那有回吐压力的,起码都去回上一天的收市价258.8 就是去回258元,就是206以下,再看看 再看看情形变化如何才是否考虑换马去这只股票 或者是加一点注入这只股票 那港交所看回第四季,今年的第四季是看好的 那马上就是9月期指就结算了,星期五 之后就是第四季的开始了,那第四季会好些 那大家,其实这句话说了很久了,所以大家有点信心 那我们要用心,去尋一下补,和去找一下那些玩马对象 趁这段时间减资货之后呢,就做个玩马对象 那有些什么想和我交流的呢?就很喜欢你们 很欢迎你们,去和我交流 还有你们有时间可以上课的,是值得你去学习的 我會用我過去幾十年在投行和股票投資的經驗跟大家分享 多謝你們,今天講到這裡了,拜拜